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客老师班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按照这个需求呢,设计了一块海报 然后了解了这个海报设计的基本思路以及它的一个流程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下这个折页的一些规格 以及它的一些作用 首先呢,我们打开今天的这个课件 那么先来说一下这个折页的功能 折页呢,是现在企业宣传的一种常见的方式 它跟这个海报跟这个DM单呢,等等 都是有这样的宣传以及推广的一个作用 大部分呢,采用这个四色印刷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宣传品的印刷呢,都是CMYK印刷色 一般分为8开,2折或者是4折 16开分成2折或者是3折 8开的大小呢,正8开呢,就是A3的大小 那么正16呢 就是这个A4的一个大小 中间内容呢,是产品而定 然后设计能尽量要美观 展示呢,是最佳角度 力求逼真和清晰,字体清秀 这是一些设计的一些要求 然后主要是在色调这一块 色调那一块,它要进行一个统一以及和谐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内页的时候呢 你会看见 然后这一部分 如果这个位置是封皮的话 可以拉下这个参考线 封皮的话,它的排序就是1,2,3,4 然后折过来,5,6,这是底儿 这是这个封面 折下的封面,这是封底儿 是这样的一个排序 然后在3,3,4,5 这部分呢,下面都会有这个连接 用颜色去对它们进行一个统一 正文的,折页内部的一些内容 这是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尺寸 那么 大八开呢,是这个420乘以285 那么对折以后呢 就是21乘以这个285 但是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三折页应用的时候呢 会比这个相对要比这个 对折页呢,要多 因为这个折页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携带起来呢,比较方便 然后呢,尺寸呢也不是非常的庞大 不像海报,是吧 或者也不像这个DM单样 这么的一个庞大 你发到人群的手中的时候呢 可能人家,由于它很方便 这个 很方便拿着这个观看 存留在他们手中的时间呢 就比较多 又由于这个 版面本身有限 所以它上的内容 上的设计的那些内容 或者说展示的一些内容呢 都是提取比较精练的一些内容 也容易让人看到很多这个重点 再加上你设计的 然后非常的合理 然后也画面也非常的美 所以呢 它 它 传播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所以它的尺寸呢 也就不会做的太大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然后我们下边说一下它的这个 尺寸的一个说明 宣传品 成品的尺寸是这个420乘以285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是A3 大八开 然后21呢 乘以285 是A4 大16开 当我们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设计成420乘以285毫米 我们必须加上 0.3的出血 上下 各加上0.3的出血 420加上0.2 加上6毫米的出血 就是426 然后285呢 同理 加上6的291 A4这边也是一样 上下各加上3毫米的出血 在科数的选择上呢 也跟这个 采用的也是同版纸 跟这个海报呢 印刷的时候呢 用的纸张是一样的 科数也差不多 105 128 157 正常来说 你要是 有点稍微有点质感 有点这个 厚度的话 157克是这个起步 然后是200 250克的 150克的同版纸 是 10下最常用的一个 宣传品用纸 它就是说 纸张薄厚也正好 也不是设计这个 很薄 然后看上去呢 也不是很厚 主要是价钱机会上 比较合理 折叶的整体设计 折叶的封面及封底呢 要抓住一个 商品侧点 下面的这个呢 是这个 两折叶 对折 那对折的时候呢 我看到很多的对折 通常来说 正面的就是 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图形 因为它不像三折叶 你可以有这个六个 板块去对它进行一个设计 它只有四个 所以你更要抓住一些重点 一些大图去吸引 这个你所要 抓住的这部分人群 以定位的方式 就是艺术的表现 吸引消费者 而内页的设计 要做到图文并茂 内文的图文 必须都要有 封面形象又强烈而醒目 内页色彩相对于如何 便于阅读 那么我这个外封皮呢 我可能是 我不要去管它的一个 饱和度呀 色相呀 只要你越吸引人的图案 或者颜色 就都可以 具有强烈的醒目的颜色 那么内页呢 我要相对应的去 做一些柔和的处理 便于 因为有文字参与了 就便于人们的一个阅读 当然 提到阅读 你就会考虑到它 文字排版的一个顺序 你也可以应用这个 黄金螺旋 或者是黄金分割 对它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 并突出重点 封面 内页的 要造成形式 内容的两贯性 和整体性 使之 封个气氛围绕一个主题 这个就是 折页的一个 基本的规格 以及它的一些属性 那么下点课呢 我们就是 还是着手设计一款这个 折页 三折页或者是这个对折页 当然还有这个四折页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它的这个尺寸 一般来说 其实所有的尺寸的折页 也都可以做 主要是看你用多少开的纸去开 然后有没有设计这个浪费 只要你开的合理 你就可以去做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点课呢 我们讲一下 实战操作一下 这个折页的一个设计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小课再见